早前港府出招宣布區議員都要宣誓 近日甚至表明只要不符合宣誓條件 自我DQ的前議員都要被追逃新進 對於港府終於直視黃毒問題大眾喜見樂敏 但不者認為港府可以再狠些 對比澳門的快、狠、準 港府似乎還差了一點 香港及澳門都是背靠祖國 但論起外國在很多人心目中 都會認為澳門更效忠祖國 在內地社交網上 內地網民周不時都拿香港和澳門比較 他們會大讚澳門特首賀一誠覺悟高 又讚澳門人三觀正確 但對於香港、香港特首 內地網民大多都是批評 或者只是祝福一句 雖然遲了但有心不怕遲 香港及澳門都是特別行政區 為何大家對兩地的態度差那麼遠 因為澳門每次都快過香港一步 2019年 反修例事件令香港大亂 林鄭月娥政府出招遲疑不決 一度令香港亂得上國際頭條 當時何一誠直指澳門政府要未與籌謀 更曾經表態說 澳門千萬不能亂 不能將香港者摩亂 要大家認知什麼是暴徒 什麼是權利 現在香港太講究權利 沒有義務 要教育他們 也是對我們的一個反思 近來,港府終於在宣誓出招 當有消息指宣誓不符合資格 就會被DQ及追討新樽之後 大批黃區議員連環辭職 香港市民大叫有好氣體 你以為港府做得很好? 在香港探萬版 還給機會黃區議員自我DQ時 澳門政府搶在香港前 重手出招 史無前例引用選舉法DQ六組立法會參選人 包括基近全部民主派參選人 更直指被DQ者不擁護澳門基本法 不效忠特區政府 見到澳門出狠招 港府先識驚 被迫再出招 再宣布躺不符宣誓要求 連辭職的都要被追討新樽 到今時今日 港府仍是想辦法掃毒之時 澳門其實早就融入祖國 澳門特首可一誠早前 更意向中央申請關於合作區 橫琴島加澳門的相關規劃方案 第二個澳門即將到來 而互澳合作亦有新歷史起點 相較於香港 澳門將背靠祖國的底氣 表現得臨力盡致 香港真的要永遠持澳門一步 港府想盡力補救 想盜絕黃獨分子 大家其實看在眼內 雖則有心不怕辭 但為了香港未來 不者希望港府可以快、狠準些 中文字幕製作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